曾贤宁今年十五岁,刚初中毕业,入秋就要上高一。 他人长得有黑青瘦,一脸稚气,戴着一副黑矿眼镜,有点驼背,走路寒凶低头,并不善于与人交流,显得有些内向自卑。 他是由爷爷奶奶带大,两岁多时父母离异,自始再也没见过自己的母亲孙梦霞。 这两天,他发觉父亲曾结,一直烟酒不离手,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也不出去开货车,连带爷爷奶奶也似乎有什么烦心事,却也不敢多问是怎么回事。 贤宁,你出来一下,我有事要和你说。 临近午夜,突然听到父亲在客厅里叫唤,似乎喝了很多酒,说话的声音显得不太利索。 他直接放下手上的科幻小说,起身就离开房间去客厅。 什么事? 看到父亲脸色泛红滩,靠在沙发背上,他顶着酒气扑鼻询问。 坐。 曾结睁眼看着他说,带他坐到凳子上,犹豫片刻,才安生叹气说道,是这样的,你妈妈得了白血病,骨髓移植是唯一的救治办法。 他十几个亲属去做骨髓配型都没有成功,希望你能去试一试。 当然,这个由你自己选择,不是抢求,如果你去,我就给你签字,如果不去,我就回电话拒绝。 突然听到亲妈的消息,而且是因为需要她救命,曾贤宁心里顿时有些复杂,不禁五味杂陈,但更多的是恼火,不屑,因为亲妈对她而言是抛弃,是冷漠,是不闻不问,还不如继母,灵雪来得实在,待她有温度。 见儿子面无表情,低头不说话,曾结很担心又说,如果配型成功,这捐献骨髓的危害,我了解了一下,不能说完全没有危害,多少是会有一些的,而且,你还在长身体,一切都不好说,你先考虑考虑,明天给我你的决定。 曾贤宁脑中是一片空白,不知所措,突然让她来选择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救或不救,而那个人,还是她没有任何印象,却给了她生命的亲妈。 她站起身返回房间时,继母灵雪突然从厨房走出来,手上拿着水杯,直接叫换道,贤宁,捐献骨髓可不是腺血那么简单,体质不同,对药物的反应不同,产生的后遗症就不同,对人体免疫力这些,很可能是会有影响的。 你还未成年,可要好好想清楚后果再决定。 听到善意提醒,曾贤宁回眸看着父亲问,就因为他生了我,他如果需要我的肾脏,我是不是就该给他?甚至生命也要还给他? 当然不是,没人可以强迫你这么做,我第一个不同意。 曾贤宁即便有些危罪,还是急忙肯定说道。 曾贤宁心里顿时有些宽慰,随即直接回房间,没再说什么。 回到房间,他直接在网上查看关于捐献骨髓对身体的危害。 医生都说,正常情况下,一般没有太大的危害,但可能会有明显的不适症状,比如腰酸背痛,头晕眼花,疼痛,脱发,停血等症状。 而看一些曾捐过骨髓的人或亲人的反馈时,体能会有所变差,人体免疫力会不如前,变得容易发烧感冒,甚至捐献者年纪稍大的,会出现明显衰老。 而且,骨髓采及时需要进行麻醉,手术过程中也存在风险,所以,真的不像献血那么简单,事后补补身体就好。 一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各种顾虑加上没什么感情,和陌生人无异,曾贤宁真的很犹豫,就生怕自己体质赶巧,对药物敏感,后遗症严重。 从而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再遭抛弃。 他迷迷糊糊入睡后,第二天上午醒来,意识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生恩该还,从此两不相欠。 哪怕要承担不良后果,他这辈子也该还清才是。 于是,中午吃饭时,父亲问他,贤宁,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 他低头吃饭,直接回应道,如果配型成功,要捐献骨髓也可以,但我不想见到他,一次也不想。 全家人顿时很惊诧,看着他,知道他心里肯定有怨恨,曾贤就答应道, 好,我尊重你,那就不见,就只是去做骨髓配型,如果配型成功,捐献完就走。 他奶奶直接给他夹肉,并劝说道,要多吃点,要好好补补,你那个妈呀,也许是你上辈子欠她的,还清了也好。 曾贤宁沉默着没说话,也不拒绝,曾杰拿起手机,直接订购高铁票,因为孙孟霞并不在本事一致,而且身体很虚弱,就只能使他们辛苦过去做骨髓配型,成功了就做骨髓捐献。 我订了四点多的高铁票,吃完饭,你去收拾一下行李,今天就过去。 订好高铁票,曾杰放下手机说,曾贤宁没有异议,直接轻硬。 他十岁左右的一母妹妹曾贤宇,突然一脸期待问,爸爸,你们是不是顺便去游玩,我可以去吗? 不是去游玩,不能带上你,以后是去游玩再带你。 曾杰直接婉拒女儿。 哦,曾贤宇脸现失落,但也没坚持,低下头就继续吃午饭。 临出门,曾贤宁的奶奶不放心,偷偷塞给她几百块钱,嘱咐她要多买一些好吃的补身体,尤其是在手术之后,一定要好好补回来,可不能留下什么病根。 曾贤宁收了,道了一声谢谢就和父亲一起出门,赶去高铁站乘高铁。 在高铁站后车大厅里,排队要检票时,曾杰看着儿子走路含胸低头刷着手机,突然拍着他的后背说,昂首挺胸,走路不要含胸低头,你又不低人一等,比别人差。 曾贤宁下一时放下手机,昂首挺胸,站直身形,身高净比父亲还高出小半头,他是第一次和父亲单独出门,这么近距离和父亲并排行走,所以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很不自在,并不知道该如何相处。 也是第一次听到父亲对他的坐立,行走姿势有所要求,所以,一时之间并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就选择沉默着。 看着儿子不知不觉已经长成小伙子,比自己高出小半头,曾杰心里顿时很复杂,很心酸,甚至有几分愧疚自责。 说实话,他心里对孙梦霞其实是有怨气的,这份怨气无形当中变成了冷漠,也撒在了儿子身上,所以,他对儿子的成长是忽视,是关心不到位的,但他突然很想弥补,就是不知道是否还来得及。 沉默捡完车票,父子俩一前一后乘上高铁坐到位置上,高铁运行一段时间后,曾贤宁摘下头戴式蓝牙耳机,突然很好奇问,当初,你们为什么离婚? 曾贤宁不离愣了一下,无奈道,男人嘛,总有能力有限的时候,给不了想要的生活,觉得不幸福,就只好分开咯。 听似敷衍地回答,曾贤宁心里不爽又问,他为什么不要我? 曾贤无奈一笑应道,不是你妈不要你,而是我不给她。 曾贤宁觉得这是谎言,在他印象中,他父亲从来不说他亲妈的坏话,因为从来都是提都不提。 但他奶奶却曾提起过,说他亲妈心狠绝情,在他未满周岁的时候,就狠心扔下他出走打工,闹了一年多才办得离婚,没过多久就再婚了。 所以,明明就是狠心抛弃,好令嫁他人。 不过,书上也说了,人性是最复杂最阴暗的东西,不要试图去揣测他,猜疑他,验证他,不然只会受他的反噬。 于是,他重新戴上蓝牙耳机,并没再询问什么。 曾贤很心疼,抚摸着他的头,也没再说什么。 四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到达地方已经是晚上九点多快十点,父子俩找地方吃晚饭之后,就去找旅店住下,要第二天才去医院抽血做骨髓配行。 四日上午,父子俩去医院做骨髓工者抽血,要进行Jelly的高分辨配行。 曾贤宁第一次见到亲妈孙孟霞的父母和哥哥,也就是外公外婆和大舅,但他却没有任何感觉,和见到陌生人的感受并没什么区别。 当外婆一激动,张开双手就想拥抱过来时,他下意识地后退两步拉开距离,表示拒绝,令气氛顿时非常尴尬。 随后外公帝过来见面红包,他头戴蓝牙耳机,双手插兜并没有接,很冷淡地直接往里走,要去做抽血。 他心里就想着,事情结束之后,恩情彻底断绝,根本没必要有任何交集,没期待自然就不会有伤害。 这孩子有点怕生,要给他一点时间,适应才行。 曾洁欠意陪孝说完,就匆匆忙忙跟上儿子,要陪儿子去做抽血。 从小就被抛弃,从没看望关心过,换作是我,我心里也有怨恨,可能连骨髓配型都不会来做,他这样已经可以了,够对得起孟霞的铁石心肠了。 大舅孙锦诚和父母走在后面,看着曾贤宁的背影突然抱怨说, 外公外婆听在耳里,知道是事实,并没好接话说什么。 孙锦诚心里实在有怨气,忍不住又说,都说夫妻还是原配的好,他们父子够有良心了,梦霞倒好,当初就是不知珍惜,去给别人带大女儿。 自己又生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可结果呢? 大病生死关头,还不是得依靠娘家。 她那婆家可是连看都不看,更别说给钱治病照顾了,明明大儿子都配型成功了,就愣是不给捐赠骨髓,还把人给藏起来,找各种理由逃避。 这是人干的事吗? 有良心吗? 好了,别说了,别没完没了的,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外婆实在听不下去,突然很恼火制止。 我是替孟霞感到不值,她和你一样,铁石心肠,没心没肺,都是自己造孽让别人受着,啪。 孙锦诚愤愤不平地抱怨,还没说完,外公就一巴掌扇到她后脑勺上。 赫赤道,你给我闭嘴,这个时候你最好别多嘴乱说话,她可是你妹妹。 我就是当她是我妹我才说的,要是阿猫阿狗,我连正眼都不瞧她。 孙锦诚很不服气又说,她父母很无奈,很忧伤地没再理会她,自顾着潮抽血的方向走去。 骨髓配型是人类白细胞抗原,HLA配型。 在正式抽血配型之前,捐献者需要连续四天注射细胞动员剂,然后采集血液约10毫升,和患者的血液一同进行HLA分型检验。 因此,曾贤宁并不是马上抽血进行骨髓配型,而是先注射细胞动员剂, 注射完后,父子俩就离开医院,并没有钱去看望孙梦霞。 病房里,经过多次化疗,头发已经掉光,身体非常虚弱无力的孙梦霞一脸期待看到父母哥哥回来, 却不见曾家父子俩一起时,脸上顿时非常失望,很哀伤弱弱地问,他们没来医院吗? 他母亲蒋秋香急忙安慰道,来了,忙完,有事就先回去了。 好了,别瞒了,他们不愿见你,就只愿做骨髓捐赠,已经很有良心了,比你现在的婆家强。 孙梦霞忍不住不爽直接说,他父亲孙志勇直接一巴掌,拍向他胳膊,示意他闭嘴,就你话多,打午饭去。 孙梦霞忍很不屑地直接转身往外走,并没再逗留。 他是真的看不惯妹妹以及婆家人的为人,一提起就不禁来火气。 孙梦霞虚弱躺在病床上,咬唇泪流直接伤心贴过脸去,什么也没再问。 蒋秋香坐到病床边,又安慰道,那孩子长得比他爸都高了,晒得有点黑,但看着很健康,眉眼也好看,等长开了,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帅小伙。 他一定很恨我吧。 孙梦霞哽咽着嘀咕道,孩子看着很善良,说明教育得还行,等长大了,会理解的。 蒋秋香握着女儿的手,又安慰说,孙梦霞泪流更猛,并没再多说什么。 他父母很心疼看着他,也不知再该说什么好。 连续注射细胞动员剂四天后,曾贤宁顶着类似感冒的鼻色流涕,肌肉酸痛,恶心乏力,骨痛头痛,低热失眠等各种症状,终于熬到了采集血。 血液和患者的血液一同进行HLA分析检验,可以停止注射细胞动员剂,等待配型结果的阶段。 停止注射细胞动员剂两天后,类似感冒的明显症状才自行缓解,第三天基本消除。 之后,心疼儿子受苦遭罪的曾贤,为了弥补儿子,也为了补偿这些年对儿子的亏欠,关爱陪伴不到位,他带曾贤宁去逛各类游乐场,玩各种刺激游戏,包括卡丁车,过山车和高空蹦极。 这是以前从没这么陪伴一起玩过的,这令曾贤宁脸上一直不自觉洋溢着开心笑容,就连走路姿势也不寒凶低头,闪躲别人的注视了。 在排队玩高空蹦极时,曾贤看着儿子,忍不住说出这几天一直憋在心里,很想说,但又迟迟说不出口的话,很歉意很难为情说道,贤宁,对不起,这些年呢,一直没做好一个父亲的责任。 突然听到道歉煽情的话,曾贤宁顿时一脸震惊差一转过头来,很不知所措恶愣了片刻,随后脸红释然笑道,没事,以后我们做兄弟就好。 呵呵呵,曾结顿时忍俊不禁,破尴尬笑出眼泪,有些不好意思抚摸着儿子的头,并没再继续说什么。 也许这就是血脉的力量,在深的心结,只要说开了就好,并不需要太多言语过于表明。 而此时此刻,他心里对孙孟霞的怨气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毕竟他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见证了他的青春。 曾贤宁的心里也因父亲突然地道歉,这几天精心地照顾,心疼地抹泪而发生微妙的变化,对于过往一下子释然了许多。 突然觉得,人生在世,很多东西得到就得到,得不到就得不到,没必要一直纠结得失有无不放,从而自暴自弃,怨天忧人,错过很多东西。 三天后,骨髓配型结果出来,有八个点相合,即配型成功,可以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之后,曾贤宁为儿子办理住院,曾贤宁开始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包括测量血压,体温,八项血肠规化验,以及骨川血液检测,胸透,心电图,超声心动,尿检等各种生化检查,还有腹部臂超等等, 非常地细致繁琐,要基本都合格了,才可以进行造血干细胞从血液中分离出来的手术。 在做造血干细胞分离手术之前,还需要多次注射细胞动员剂,以及做各种准备,但凡是手术就存在风险,需要监护人做术前签字,自己承担手术风险。 曾杰要做术前签字时,医生翻看手上的手术风险自担承诺书,吴一时突然问了一句,你是王浩宇的家长吗? 不是,我是曾贤宁的家长。 曾杰下意识回应后,一直担心儿子情况的他很敏感地突然想到,孙梦霞在嫁的老公姓王,名叫王海涛,他们生的孩子应该也姓王。 于是急忙赤问道,给孙梦霞骨髓配型成功的,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孙梦霞的父母孙志勇,蒋秋相敬站在一旁,正忐忑等着签字同意做手术。 一听,顿时慌张不已,欲言又止,就生怕曾家父子突然悔绢,让女儿又陷入绝望当中。 医生突然意识到什么,吞吞吐吐硬道,这个曾杰煞时有种被欺骗上当的感觉,忍不住愤怒又斥问,到底是不是? 蒋秋相突然扑通直接跪下,泪如雨下拉着曾杰的手,苦苦哀求道,求你了,看在孟霞和你曾是夫妻的份上,他还给你加生了孩子,请舅舅他,签字同意手术吧,他真的快不行了。 孙志勇跟着也扑通跪下,老泪纵横哀求道,你想要什么补偿? 你说,我们能给的都给,可千万别反悔,孟霞真的不能等了。 曾杰知道自己猜对了,直接恼怒甩开蒋秋香的手,我就想知道真相,为什么王家的孩子不捐? 非要我的儿子来捐?难道手心是肉,手背就不是肉? 孙锦诚心疼父母,直接插话说道,王家的大孙子骨髓配型是成功了,但对药物反应较大,后面他爷爷奶奶心疼孙子受苦遭罪,也怕留下后遗症,影响孙子健康,所以就坚决不让捐,还把孙子给藏起来, 使有没办法,才找上的你们。 哼,曾杰听完,不禁嗤之以鼻,冷笑嘲讽道,这就是孙孟霞抛夫弃子,也要嫁的有钱家庭。 幸福生活,还真是报应啊。 报应? 不管怎么说,我妹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在这个结果眼上,能不能先捐了骨髓再说? 他现在在吴军苍里,真的等不起了。 孙锦诚无奈请求道,而他父母脸现羞愧,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曾杰这时,才意识到,儿子也在旁边,不该当着他的面说这些的,就收起情绪转头看向儿子问, 儿子,身体是你自己的,你来决定,捐还是不捐? 算了,爸,你签字吧。 曾贤宁面无表情,很冷淡说。 孙家人一听,顿时喜出望外,但曾杰却还是心有怒气,心有不甘,看向孙家人直接怒道,要签字手术也可以,得先签下一份断绝关系书,术后你们全家,尤其是孙孟霞,不能再打扰我儿子,私下见他,甚至以后不能要求赡养等等。 要断绝一切关系,无论生死再没有关系。 好好好,我们签,我们签。 蒋秋香,孙志勇急忙站起身连连答应,随后催促儿子赶紧去写断绝关系书,然后孙家人都签字按下手印,包括孙孟霞。 之后,拿到断绝关系书,曾杰才签字同意儿子做造血干细胞分离手术。 给改嫁十三年的亲妈捐骨髓,术前得知一消息,我和她断绝关系,在做造血干细胞分离手术之前几个小时,要先注射细胞动员剂,然后再上分离机,进行干细胞分离,从血液中提取200毫升的干细胞。 整个分离提取过程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其中的痛苦煎熬,可想而知。 而这样的手术要重复四次,分四天完成,前后一共提取800毫升,才算完成整个捐赠骨髓手术。 这令曾贤宁仿佛徘徊鬼门关受苦遭罪一般,要忍受类似严重感冒的各种肿胀疼痛症状,还要提防感染,手术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昏迷睡觉,不停地注射营养液,有时只感觉魂飘体外,身体根本不是自己的。 但幸运的是,一直有父亲陪着,很用心在照顾,每次下分离机离开手术室都有父亲背着,能安心贪软,靠在父亲背上,可以毫无顾忌。 而这份陪伴,这份安心足以抚平过往父爱的缺失,童年的很多缺憾。 所以,有失必有得,与其说她是在还清生恩,不如说她只是在索取父爱,让自己变得完整,坚强。 完成骨髓捐赠手术后,曾贤宁留院检查休养了两天,等血肠归正常,身体恢复差不多了才能出院,但还有持续低烧,咳嗽,头疼,浑身酸痛乏力等症状。 又在旅店休息了两天,父子俩才购票返程要回家。 期间,孙家人要请他们吃饭,送红包,都被冷漠拒绝了,父子俩并不想和他们再有任何交集。 一个多月后,经过好好休养,曾贤宁的身体恢复正常,也到了上高中开学的时间。 一天下午,曾贤刚结束运货回到家,就突然接到校班主任的电话,说曾贤宁在学校与人打架,把别人的手给打骨折了,让他马上去学校一趟。 这令他连水都来不及喝,就匆匆忙忙,转身出门,着急赶往学校教导处。 等他赶到学校教导处时,其他学生家长已经赶到,而参与打架斗殴的四名学生已经被处理好伤口,手骨折的已经被打上石膏,都没一个好脸色正盯着他儿子。 眼见儿子额头挂彩贴着纱布,手臂手掌缠着纱布,就直接问,为什么打架? 谁先动的手? 曾贤宁一脸淡定,眼神早已经没有以前的闪躲怯懦,反而带有几分犀利,直接承认道, 我先动的手,他们叫我去买面包饮料,我不去,就出言侮辱,还推我,然后就动手了。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你就把别人的手打骨折,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家里都是怎么教育的? 手背打骨折的家长,一个高壮粗嗓男子,火气顿时上来,直接斥问。 曾贤觉得儿子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又问,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和他们是初中同学,在初中的时候,他们就没少欺负我,经常逼我买东西不给钱, 堵厕所要钱,还骂我有娘生没娘养,今天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听完儿子的话,曾结没有质疑,直接选择相信儿子的话,怒怼各位家长道,都听到了。 还说我家没教育好孩子,你们又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小小年纪就出来横行霸道欺负人,勒索他人钱财,在家里是饿得揭不开锅吗? 还是没父,没母,没教养。 想要多少赔偿? 直接说吧,要多少? 你就是这么教育纵容孩子的。 高壮粗嗓男子很恼火又赤问,是啊,我认为我家孩子没有错,在外面就不能什么亏,都吃,什么事都忍,就该像个男人一样,不惹事也不怕事,该出手时就出手。 改天呢,我还让他去学拳,再有下次,把别人腿给打断了,我照样替他赔。 曾杰宁很硬气,很不怕事地互独自对导。 曾贤宁很惊诧,看着自己的父亲,突然感觉心里非常的踏实平静,有种背护在身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支撑依靠的感觉,真的很踏实安全。 小教导主任不想事情闹大,矛盾进一步恶化,给校方带来不良影响,就急忙插话劝说道,好了,双方都有过错,都记过处理,双方家长各自带回家教育,就不报警了。 但这治疗赔偿费用,曾贤宁的家长还是需要承担的,三家总共就三千吧,行吗? 曾杰二话不说,直接掏出钱包,以现金支付给教导主任,然后问,可以走了吗? 请在这儿签个字。 教导主任指着和解赔偿协议书委处说,曾杰直接拿起笔签字,然后带走儿子,令其他理亏的家长直接敢怒不敢言,就连班主任也挑不出理说什么。 跟随父亲走出学校,坐上副驾一起回家时,曾贤宁犹犹豫豫突然试问,你真的没有生气? 曾杰开着车,很平静硬道,生气是有点,以前在学校被人欺负,你为什么从来不说? 你一直都很忙,经常三五天不在家,甚至十天半个月不回家,说了有什么用? 曾贤宁嘀咕硬道,曾杰一听,顿时满脸惭愧自责,随后说道,以后有事, 自己解决不了的,就要和家里人说,别什么都憋在心里自己扛,你不是孤儿,你有家人,知道吗? 知道了?说了让你去学权,去吗? 算了,我更喜欢打球,以后不让人欺负我就是了 曾贤宁心里其实是心疼钱,知道父亲赚钱不易,刚刚一下子就花去了三千,连水泡响都没见着,所以不能在花冤枉钱去学那花拳绣腿了 好吧,随便你 曾杰很尊重儿子应导,随后一路沉默开车回家 时间飞逝,转眼又一个多月过去,进入冬季时节 一天,周六中午,家里没大人做饭,曾贤宁也不想做,就带一母妹妹弟弟一起出门,要去外面吃午饭 三人走到楼下,要出小区大门时,突然迎面遇见孙梦霞,在徘徊,穿戴十分靓丽时尚,演去了大病出狱的憔悴神态,显得与正常健康人无异 因为有外婆蒋秋香一起陪着来,所以曾贤宁一眼便猜测道,那就是他亲妈孙梦霞 但他并不想上前打招呼,牵着弟弟不由加快步伐,直接经过他们前面,完全视如陌生人 孙梦霞很惊愕,看着他经过面前,泪水不由自主地一下子就流下来,颤声哽咽叫唤道 贤宁,曾贤宁听到叫唤并没有回头 妹妹曾贤宁,七岁的弟弟曾贤静却不约儿童转头回眸观看,曾贤宁随口问道 哥,那个人叫你,他是谁呀?和你长得有点像 听错了吧你,走快点,我饿了 曾贤宁冷淡回应说 贤宁,贤宁,孙梦霞急不跟上他们,很着急叫唤 贤宁,我是你妈妈,真是你妈妈 哥,你妈妈长得还挺看 曾贤宁随口又说 曾贤竟还小,不由一脸疑惑问 哥哥的妈妈和我们的妈妈不是同一个人吗? 曾贤宁突然十分恼火,转身回头斥问 不是签了断绝关系书吗? 你还来做什么?还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孙梦霞哭着摇头,急忙解释 不是,不是,我就是想你 想见见你,有什么好见的 是来提醒我,是怎么被亲妈抛弃的吗? 曾贤宁很激动打断孙梦霞的话斥问 不是,我就是想补偿你,不需要 不稀罕 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 我有妈,有母爱,有父爱,有家人 你什么也不是 十分冷峻说完 曾贤宁毅然决然转身 牵着弟妹离开 什么也不想再说 孙梦霞泪如雨下愣站在原地 人行道上,一时之间根本不知还能说什么 做什么 她妈妈蒋秋香挽着她 突然劝说道 早劝你别来别来 你硬是要来 他们父子就没有半点原谅你的意思 你又何必跑来自讨没趣呢 还是回去吧 省得大家都清静 我就是想见见她 想知道她过得好不好 现在说这种话 已经晚了 有些事一旦做了 就没有回头了 还是回去吧 蒋秋香搂着女儿 直接推她离开 不再逗留小区附近 以免碰见增加其他人 而孙梦霞满脸泪水 很无奈很悲伤地跟着离开 并没上门做打扰 快餐店里 兄妹撒个字典 好想吃的食物后 就围坐在餐桌旁等候上餐 曾闲宁的心态 已经平复下来 整个人显得很平静 心情似乎并没受什么影响 看到孙梦霞康复得很好 没再有性命之忧 生恩得已了清 她心里变得很平静 不喜也不忧 只感觉往后余生 终于可以不再有心理负担 可以很坦然活着 面对一切 所以 她觉得 一次捐赠骨髓精力 所遭受的苦罪值得 让她宛如涅槃重生 得到了更多 能勇敢坚强地 面对一切 珍惜一切 是真的值 因此 她不后悔 哪怕旧的那个人 曾经抛弃了她 但是 却没法原谅 至少目前真的 没法做到原谅 以得抱怨 她是真的做不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